见到港股回吐 吉利是汽车股 带领着汽车股跑出 其中就是吉利 见到有些大行都唱好 还有股价抽升了 收市就升近6% 其实吉利也有一些好的消息 例如首款的纯电动车型 就会在年底负运 另外他的母企和百度角合营 就是集道汽车 第一款的纯电动车 都会在明年面世 有一个新消息就是吉利 就被剔除了富士中国50指数 那怎么看吉利的股价 现在收市上来 是可以继续发力 还是会不会其他汽车股 马力会较足一点呢 就是哪个汽车股应该怎么选择 好 看回汽车的话 我一向都比较中性一点 看回晶片的问题 生产成本的问题 这件事情就算吉利所说 第三季后半 就是部分大行所说 在第三季后期有改善的话 我知道投资是说未来的 但是是不是第三季后期 就能够改善呢 你和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暂时比较中性一点 当然之前说吉利来说 虽然大升就比较难 但是似乎18、9元就有支持的 所以最后呢 其实穿过18元 落到17.4元这些位置 稍稍低过我们的预期 但是都很快上升回来 那我自己觉得 第一 真的好像很多好消息一样 好像Irene所说 有很多大行 我看过大行份报告 你价格很夸张的 52.5元 我看到也很深处了 现在说22.9元 就要升了 不止倍升 当然另外市场气氛向好 还有之前跌得比较低残的话 就做一些 叫做之前有点超卖 现在看之前有点超卖的股份 都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 但是你问我 如果刚才所说的利好消息 都已经是大部分反映 昨天升了上来的话 短期载性空间是不是这么大呢 我又觉得不是这么大 所以你问我的 似乎现在看回 我们之前所说的18.9元 那个内地很喜欢说的 铁底 钻石底 我通常都不懂这些字眼 但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的话 18.9元就真的站得很硬的了 如果有机会 可能因为市况问题 又或者其他的风吹草动 令到它下回19元 哪些位置呢 我又觉得可以投资 但是短期考虑到 刚才所说的 晶片和原材料成本 上升这个因素的话 我觉得去到23元 哪些位置你再买的话 又似乎短期的直播率 又不算很吸引 当然了 你问我的话 我自己觉得比较看好的 叫做汽车股 都是第一就是这个吉利 第二就是不向我选择的长城 这两只呢 似乎都可以看高一线 因为汽车股四大天王 我经常都说 第一长城 排名不分先后 就是长城 吉利 华晨 还有这个是港气 那港气 相透大家的心 之前的石墨稀事件 要时间去重新 是巩固大家对它信心的 华晨因为没有公司的问题 还有就是 究竟业绩是怎样呢 都未出到 所以都比较繁复 东风相对上来 是估值比较便宜的 但是你说特别的卖点 又不是很持有特别的地方 所以相对上 选择来选择的话 有新车款出 市场认受性大 和新能源汽车概念比较好 又似乎都在说吉利和长城 暂时来说 都是看这两只会看重一点 是